六族所講的就是叫你變成勇者 禪定跟智慧你就會變成勇者 你就會變成無畏 師尊本身是無畏無所謂也無畏 任何一個狂轟暴浪我也不驚不恐 任何一個事都是無事 你要像這三隻老鼠一樣 任何一種加害你都不怕 無畏 你能夠禪定 你擁有智慧 你自然就無畏 這裡的禪定 六族講的它本身就是智慧 為什麼我能夠無畏 有人講啊 這個禪定就能夠得到清安 得到法流灌頂 能夠有非常好的接受 而且會有法律 而且會有法律 是沒有錯 但是你如果沒有禪定呢 請問你 你是不是無畏 是不是有法律 是不是能放光 是不是有智慧 有所謂的禪定 有所謂的禪定 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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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成言 釋迦牟尼佛說 四禪比丘 也要下第一 他已經禪定 能夠進到四禪了 還下第一 你們去查這個經典 四禪比丘下第一 為什麼下第一 禪定了 他以為已經到最高了 到四禪最高了 就驕傲得不得了 人亦有驕傲 那決定下第一 因為你還沒有智慧 你雖然有這個定 你那個智慧還是沒有生 肺跟定是一樣的 你只有定而沒有智慧 保證你下第一 定跟肺是既然是一體 你既然沒有慧 你根本就沒有定 我曾經在屏東 講了一個道理 你吃飯有沒有禪定 大家想吃飯就是吃飯 怎麼是禪定呢 吃飯就是禪定 你睡覺是不是禪定了 睡覺就是禪定 你穿衣服是不是禪定了 穿衣服就是禪定 你走路是不是禪定了 這個叫行禪 你沒有關照你的心 這是關心法門 且問你 一個禪定的人 什麼時候不是禪定 什麼時候是禪定 告訴你 任何一個是一時一刻 我講了 every day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都在禪定 包括現在師尊說法 也是禪定 不是你禪定才得到清安 不是你禪定才得到法流灌點 不是你進入禪定才得到法力 告訴你 你真正成為一個禪定的人 是every second 你都在meditation 你都在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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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才是真正的禪定 禪定沒有進 沒有出 那個有進 有進有出的禪定 有進有出的禪定 那個可以講是最初級的 Kindergarten 的study Kindergarten的禪定 才是說我做模作樣 我現在要禪定 這個就是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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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你坐著就是禪定 你站著也禪定 你握著也禪定 你吃飯也禪定 你任何一時一刻都在禪定 因为你任何一時一刻都在關照你的念頭 關照你的心 這個才是真禪定